各位企业家 他的期望薪酬是8000 然后呢 期望工作地点是浙江 北京 上海 广州吧 对 北上广 对 我想问你个问题 学舞蹈 好多人说都会受伤 对 您身上有伤吗 有 也有 就比如说 像我练一些技巧的时候 就会从上面摔下来 因为是空中舞蹈嘛 上边摔下来 对 因为 多高啊 也没有很高吧 就差不多我肩膀这么高的地方 但是就是说 可能有些动作是头朝下的呀 这种难免会有些意外发生 你摔得最重的一次是 就是我的那个练技巧的时候 就是腿这边骨折了 骨折了 对 骨折了 哪条腿啊 右边 右边的腿 是大腿骨还是 不不 就这个地方 脚踝骨 对 歪下来 然后骨头有点吐出来的这种 养了多少时间 三个多月吧 这小伙子人如其名 有一股子毅力在 你那次带队去打比赛 对 你受伤了 对 你竟然全程没告诉队员自己忍下来了 我就走路的时候就 一拳一拐的嘛 然后他们问我 我没给他们看 我就说自己是扭着了 然后当时比赛 我们前 每次比赛前一个月都需要特别的训练 然后那一个月训练的时候 我就一直带着伤都 每天就拖着腿给他们上课 你都这样了 还能做动作是吗 做一些其他用不着 这里 疼不疼 疼 也挺疼的 当时为什么不赶紧去医院处理一下呢 没有 因为可能那时候还觉得挺年轻的 我们之前录制的时候来过一位选手 人求职手说 我们学舞蹈的那开腰是撕腰 直接就是腿从后边 啪就跟那腰就在一起了 就像一些简单的 就最基本的一些拉伸 就会拉伤 这个都是很正常的事情